大家好,我是叶老师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乖乖在家 但是在家的同时,你也是要学习的 要不然你们的考试怎么办 因为你们家5月份就要考试了 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教,你们还是要学 现在就是上新的一课,因为账户班有两班 所以两班都是不一样的速度 所以老师自己就直接从第Bug 5开始 所以大家就直接先学Bug 5了 Bug 5的第一课,在这里呢 5.1其实也没有什么重点 只是你要懂成立一间公司的过程是什么 成立一间公司的过程是第一个 必须要先找名字 就是找你要注册的名字 我喜欢这个名字,这样我就要把这个名字 你不要说找了我就直接用 没有的啊,要去申请的 ok,所以找了我喜欢的名字 然后把那个名字申请 申请了之后呢,这样我就要 就是递上我的那个表格 我要成立一间公司的表格 ok,然后就是申请了之后 你要给注册费,你要付注册费的 然后跟着一个就等通知 然后等通知了之后,如果你收到通知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这样你就可以开属于你的一间公司 ok,来到5.2这里呢,重点都在这里 model dan terbitan share 一间公司 一间shaker berhad,他的model是从哪里来 之前你们form4 chapter1 Bug1那边有学过了的 ok,他都是从 股东,是人家买股票那边来的 ok,depriolet daripada terbitan share ok,这样share呢,分成两种 一个叫share biasa 一个叫share kautama 如果今天你在其他地方看到saham biasa saham kautama 放心,这两个东西是同样的东西来的 ok,so,这样下去 saham biasa是什么东西 saham biasa就是公司内部的人买的 ok,那些高层买的 他们是来highlight起来 berhak menerima dividen hanyas lebas bayaran dividen dibad kepada permangan share kautama 他们只有在什么东西 因为刚刚讲了嘛 saham分成两种 一个是saham biasa 一个是saham kautama案 这样,如果今天公司赚到钱 要派利息 谁会先拿利息 他会先给saham kautama案的人先拿 ok,拿了剩下的才会给saham biasa ok,so,这样下去 第二个本 看起来 kada dividen yang di terima adela tita ter tak 它的利息,它的巴仙是不一样的 ok,example,这间公司 可能我给买saham biasa的人有8% 有9% 有7% ok,但是我给其他公司 他们的经济 就是他们的营业 营利啊 没有这样高 这样就会可能低一点 3% 5% ok 所以是不定的 加西班老师highlight起来 berhak menerima dividend yang di terima adela 因为他们是公司内部的人 就是高层买 一买就买很多 这样他们就是有权利可以投票的 ok 就是可以开会的啦 就是我开股东大会那种 开股东大会 ok 所以 saham kautama案呢 是普通人民 就是我们这些 普通人民来的 ok berhak menerima dividen terler berda hulu 我们是优先可以先拿利息的 ok 然后这样下去 dividend yang di terima adela par de kada prattusan yang得到 我们的利息是一样 都是叫8% ok 一利息都叫8% 然后 tidak berhak menerima adela maswar agung tahuna 我们是没有选去投票 就好像今天 我很有选 我要去买那个 mei bank的股票 这样 我去买了 但是 我买了是买了 那又怎样 ok 没有东西的 你买了 你是不能 走进去 mei bank里面跟他讲 我 买了你们很多股票 我要开会 没有这样的 所以saham kautama 是给那种普通人民买的 他是没有权利 开股东大会的 ok saham biasa 跟saham kautama 还分得清楚 分不清楚也没有关系 ok 这里很明确可以给你看到 saham biasa 跟saham kautama案的 kada dividen 刚刚讲了 biasa 是不固定的 ok 但是the top 是固定8% ok kautama pambayara dividen dividen 会先随先拿 kanya delivery sakira niya adele behan 有多他才会拿 一律先给随先 给saham kautama案先 ok kak mengundi 投票的资格 这个share biasa 是有资格的 但是kautama案是没有资格的 ok tun tutan atasasasarikasam saham s'pambubbaran 如果今天 这个share biasa berhat 他 就是解散了 他不要再做了 这样这时候 我们平民 share kautama案的人 是有权力可以拿回的 但是biasa是要做么 等kautama案拿完了之后 有剩的 他才能拿 ok 有剩的他才能拿 如果没有剩的 这样你 都不能拿 你就不能拿咯 一个sand 都拿不回 如果没有剩的话 ok tungatan dividen ok 它的意思是这样啊 tungatan dividen 就等于 example 我们一年 ok我先讲share kautama案先的啊 share kautama一年可以拿1200 ok example 今天这间公司赚了钱 ok 它乘上8%出来的价钱叫1200 ok 所以我一年可以拿到1200的这个利息 ok 但是公司2019年这间公司 我买的股票的这间公司 它在2019年只可以派到1000块给我罢了 ok 只能派到1000块给我罢了 这样这时候是不是还有200块 还没有拿回来 这样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它就会派2020年的1200块 再加上2019年的200块给我 ok 所以我是可以拿的回的 ok 但是share kautama是拿不回的 明白 ok so 到这里还明白我在讲什么 可以啊 如果不能的话 ok 你时下再问老师 ok ok 这样接下去 接下去呢 来到这里 要跟你们讲的是 你们等下练习会做到的 摸到Deterbicandandibayaperno 就是这个已经是出跌了的股票 ok 它是用这个formula ok 你要记得这个formula 1000个unit saham kautama 2000个unit saham kautama 2000个unit saham kautama ok 这个formula 之后 你们就会要做这个 journal arm 一定接着去的 一定是算摸到Deterbicandandibayaperno 然后就到journal arm了的 到journal arm这里呢 首先先要看 我要你们看的是1跟2 ok 先看1跟2 这两个东西 因为这两个是confirm会有的 ok 所以你要记得 ok 如果今天我要Deterbic 我要Deterbic 我的share的时候 这样我要去注册的时候 我就要去申请 ok 申请我的share 申请我的股票 申请我的saham 申请了之后呢 这样我的model 我股票的model是不是会增加 ok 我股票的model会增加 所以会在credit上 然后再加上去 当今天 我收到钱之后 我注册好了 我要卖给别人的吗 我卖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是不是会给钱我 ok 所以我的bank 会在debit上 因为我的bank增加嘛 然后 我的股票就会怎样 减少咯 ok 所以credit咯 ok 这两个要先注意 所以我只要你们记得 pm bp 这四个东西 它们是顺着去的 pm bp ok so 你要讲记得 如果你记不得pm bp 可以记得 这个东西 你的扭灯 靠坐部队 你很头痛 所以要这么pm bp lab 跟他book时间 ok 所以pm bp lab ok 这样 如果今天我的股票不够 ok 我还要再买 我还要再去注册过 我要去订购过 这样 这时候要怎么样 ok 我可以去 记得这个 formula p b ok 申请股票 编多 然后我的银行会减少 因为我要去订更多的钱 订更多的股票吗 钱会少 ok 所以最后一好了 也做好了 这样就要这么打电话 给pb pb ok 所以 大家先组转先记得 1 跟2的 这两个 是一定 会 有的 第三个 有时会有 有时会没有 看题目告诉你什么东西 所以 1跟2 一定要记起来 它是一定会有的 ok 这样加 跟第三个 做完了 那一个 Journal案之后 这样我们就接着去做 Equity Permulet 这是它的 format ok 一样的东西 只是你要写多少个unit 多少% 然后价钱 再加起来 ok 来到这里 明白为止 ok 今天的笔记 我先讲到这里 剩下的之后 我会下个星期再讲 所以呢 讲到这里为止 大家可以帮我 打开你们的练习 ok 也是有 sending whatsapp book里面了的 大家可以 打开 whatsapp 里面的 那个 练习来的 ok 第一个 第一题 大家可以看到 Model Model Berdaftar社会 Padu Berhad Terdiri 20000 unit saham Biasa Bernilai 50C Saham Bernilai 50000 unit 4% Saha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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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adibai ok K fingers �M Roc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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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oder Model M bill 卖给人民的沙漢比亚瑟只有五百千unit 卖给沙漢可乌大骂的只有两百千unit 所以这些可以卖出去的咯 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他要算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所以我们只要看M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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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所以他要看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所以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500千unit 然后乘上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是多少钱一股?50千一股? 这样我们就乘上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所以算到的价钱就是250千哦 这样第二个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一样东西看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再看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它的价值是多少钱 所以Saham Kodaman 200千乘上2块钱 所以就是400千 这样最后算完了这两个之后 你一定要算Jumla 因为他讲的是Moda 他要找Moda di terbi gandan berbaya per no 他没有讲哪一个Saham的 所以你一定要两个加起来 所以Jumla就是250千再加400千就是600千 Sorry,650千才对 应该是650千哦 OK,so大家到这里目前还OK 懂要怎样找这个Saham吗 OK啊,so这样加续 我们就进入那一个Jurnal Arm的部分 OK,Jurnal Arm的部分刚刚也讲了 我们要记得什么东西 PM BP Lab So,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写 因为我们这里有Saham Biasa 跟Saham Kodaman 所以一开始 就要画这个Jurnal Arm出来 画了之后 它有日期我们就写日期 这样就没有关系咯 OK,所以第一个PM BP Lab 还记不记得 Permohonan Saham Biasa Moda Saham Biasa 我先写的是Saham Biasa 所以我要写PM BP Lab OK,所以写完了Permohonan Saham Biasa之后 写完了之后 就写价钱250千,刚刚的总数 OK,Saham Biasa写完了 这样我们就要进到Saham Kodaman 我们就要去写Saham Kodaman 一样东西PM OK,因为我们也是要申请的 不只是申请Saham Biasa 我们也是要申请Saham Kodaman的 OK,申请完了之后 一样写价钱 OK,完了到这里 这样这时候PM完了 我就要这么BP Lab OK,所以Bang 会增加,因为我卖出去 我的Bank就会增加 我的Saham Biasa跟Saham Kodaman 就会减少 OK,所以Bank我更会收到多少钱 写他们两个的总数 然后我会少掉多少钱 Saham Biasa会少掉多少 Saham Kodaman 又会少掉多少 OK,所以是PM PM BP OK,到这里 大家还OK吗? 如果还OK的话 这样老师这里就继续了 还跟得上吗? OK啊,跟不上的话 可以私下问老师 OK? 第二题 一样 第二题 大家可以先帮老师 highlight Mena Bidgan Saham Kodaman 400千unit Saham Kodaman 答案 15000 000unit Saham Biasa OK OK 聊完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算 Mena Bidgan Number Biasa Perno OK,还记得要这样做吗? Mena Bidgan 多少的unit 成长 价钱 Mena Bidgan 多少的unit 成长 价钱 所以我们要怎样? OK,先一个一个来看 它是一开始什么? Saham Kodaman OK,这样就是Saham Kodaman 400千 乘上 一个unit 多少钱? Saham Kodaman 2块钱 所以我们要乘 2 OK 第二 Saham Biasa Saham Biasa 是15000 unit 然后 它是1unit多少钱? Saham Biasa 1unit 1块钱 所以我们要乘上 1块钱 OK,这样最后 算完了这两个 要记得要这么 写 Zoom OK OK 完了之后 一样的东西 算完了 我就要去做Journal Arm 算完了 要去做Journal Arm Journal Arm也是一样 要用什么formular? PM BP PM BP OK 所以第一个PM 写完了Saham Kodaman 的先 OK Saham Kodaman 算完了 就会到 写价钱 它的总数 然后我们就会算Saham Biasa 写Saham Biasa 然后写总数 然后写总数 然后就要写BP Lab OK 所以是BP 一样东西写大总数 然后再写它们少掉多少 OK OK 到这一位置大家还OK 好了的话 那这样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叫Equity Permit 的部分 OK 大家你要记得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写完了的时候 我们要去写Equity Permit OK Equity Permit 要怎样写也是很简单而已 OK So 我们要写公司名字 PKK OK 然后Equity Permit 这些都是Formula来的 OK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写 当初 Menebit 了多少个Unit OK 这间公司当初是Menebit 了 400,000Unit 的Saham Kekutama案 所以我们就要写 400,000Unit 然后 7% Saham Kekutama案 7%呢 这个是 那一个派Dividend的时候 要用到的 % 来的 OK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 暂时还没有碰到Dividend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管它先 但是你还是要 照写 然后就要写那个价钱 然后跟这个 你的Saham Kekutama 当初Menebit 了多少个 1500,000Unit 所以一样 写完价钱了之后 就算总数 所以它会是跟你的这里 是一样的 这个价钱 OK 你Jurnal Arm前面的价钱 是一样的 OK so 这样 大家到这里还OK吗 如果不OK的话 大家可以私下来 信息老师 OK 所以你可以问 你们不明白的问题 OK so 今天的课到这里为止 Thank you 谢谢 谢谢